这时蒙古高原的回湖人大规模向西南迁徙 其中一只向西进入哥罗路布地区 建立起回湖新王朝 史称卡拉罕王朝 大约在公元一千零四十一年起 卡拉罕王朝正式分裂为东西卡拉罕王朝 西卡拉罕王朝占有河中地区及费尔干纳西部 后附属塞尔铸帝国 东卡拉罕王朝以喀什为活动中心 居住在阿里玛里的哥罗路布人 于是臣服于东卡拉罕国 在从事游牧的同时也经营农业 习惯于游牧和城居相结合的两栖生活 在当时西域的局势千变万化 哥罗路布是中亚一个小国家 这样的小国生存之道 就是在大国之间寻找平衡 唐王朝灭亡之后 居住在东北辽河上游 并接受了汉文化的齐丹人建立了辽国 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汉人建立的宋朝三国鼎立 公元1125年 当辽国被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亡之后 辽国贵族伊律大师率部 逃亡到今天的中亚地区建立国家 自称菊尔涵 他希望恢复重建一个强大的辽国 因此历史上称伊律大师建立的王朝 叫做西辽 西方史籍多称为卡拉启丹 公元12世纪 伊律大师军队一路向西 先征服了东卡拉韩国 随后又大败西卡拉韩国 西卡拉韩国大汗 逃回萨马尔汗 向塞尔铸帝国求援 塞尔铸帝国是公元11世纪塞尔铸突厥人 在中亚西亚建立的伊斯兰国家 并最终形成强大的军事封建帝国 公元1141年 塞尔铸帝国苏丹桑加尔 号召了近十万多起兵 浩浩荡荡向东开拔 据说金金整合和检阅这些部队 他就花费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 连军的第一个目标是 进攻格罗路部 格罗路人大惊 急忙害使者向伊律大师求救 大仗之内 塞尔铸使者也来到了伊律大师的行营 塞尔铸使者也来到了伊律大师的行营 信中桑加尔称自己的军队能用箭截断敌人的虚法 伊律大师听完塞尔助使者读完书信后 下令拔下他的一座胡须 然后给他一根针 让他当场示范针穿透胡须 结果使者无法做到 伊律大师说 细小的针尚且不能截断胡须 箭又怎么能折断须发呢 于是他下令进兵 在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 萨玛尔汗北面的卡特万草原 与桑加尔纠集的中亚联军决议死战 当时塞尔助帝国威震西亚中亚 他的军队中个个都是天生的勇士 在军队人数上也超过西辽至少三万多人 面对强敌 伊律大师很镇定 他仔细观察了对手的布阵情况后 充分利用了草原伊山的战场地形 将塞尔助军队诱入长长的峡谷后 居高临下击溃了联军 对此 辽史有详细的记载 联军的阵亡者 横石数十里 损失惨重 桑加尔带残兵侥幸夺路而逃 从此一蹶不振 耶律大师成功征服了西卡拉罕王朝 达到了他事业上的顶峰时期 卡特万战役在西方影响很大 当时正是十四军东征时期 于是西方胜传 东方有一位约翰王打败了塞尔助国的国王哈里发 这位传说中的约翰王 目前西方史学者都认为 应当是指西疗的耶律大师 这一战让契丹人扬名世界 现在在中亚和俄国 称为中国依然是契丹 实际上 作为一位名传千古的契丹族后人 耶律大师最大的愿望是东征复国 但他向东的征战并不顺利 倒是一路向西的开疆拓土 战功连连 西疗的疆域东起今天 新疆吉姆萨尔境内 西至哈塞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界处险海 北自新疆塔城市 塔尔巴哈台山西端 南地阿富汗境内的新都库士山 耶律大师移除和伊利和流域 作为西疗帝国的政治中心 阿里玛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对于变化了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 耶律大师的政权经营 实行坚守并须 有荣乃大的儒家治国原则 辽国本来就是一个汉文化色彩 非常浓郁的王朝 通晓辽汉文化的耶律大师 把在中原实行的很多制度都搬到了西域 在耶律大师积极包容的统治下 农业 手工业 商业与货币流通都得到很快发展 最典型的就是赴税制度 西疗采用了汉地的税制传统 按护征税 废除了中亚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税率 改变了游牧民族和西域地区按丁征税的传统 这样就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压力 政客西疗时期的西域 实际上是中原文化和制度的辉煌